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真的就用OneNote来建立自己的 那么您到这个群组这边 刚刚呢您有加入了 所以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对不对 您看一下右手边 我们讲过就是 如果是你还没有加入的 还没有看过的 我们会再发现这边 那您已经加入的课程也好 或者是群组就是说班级 就是从这边找 那这个里面呢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自己建立的 一个是你加入的 所以你看我们右手边 也没有分建立跟加入 那老师有没有想过 你的群组或者这个班级 要不要对外开放 我是都吃虎心 我都对外开放 但是其实我还是必须跟各位讲 对外开放 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所谓的门槛是什么 他至少要登录弯弄才看得到 然后要加入嘛 很多人是跨不进来的 就是他看到这个是群组 他跟这边的发现课程有点不一样 你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三种 我们刚刚没有特别解释这三种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如果在单元就是 这些你看到的发现 通通都是开放的 通通都是开放的 单元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 有没有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 这是我最近写的 这个 老师 那个 有没有用过语音输入吗 语音的 语音输入 但是大部分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语音输入都是做命令而已 对不对 新日里有没有 或者是Google的也有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要拿来打字用的 命令跟做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是做报告那是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 那这就一个一个单元的 课程就是每一个人的课程 比如说你看我严选的免费软体 这里面我就很多 然后免费素材 所以反正你就看到很多我的 我也是在不好意思再继续讲下去 因为下面还有我专属的 这样看到很多的 那这种的是你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这样的内容 对不对 可以个别学习 但是群组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在群组的时候 因为会有一个门槛 什么门槛 加入 是不是有个加入门槛 很多人事实上是不会跨过这个门槛 所以虽然我有开放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进来的不会太多 因为大家都怕走错教室 开错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怕打扰到我们 我可以问一下 万一你加入错了 会加入会不会退出 不错 所以来看一下这里 会加入也会退出 不好意思 走这边进来之后 你看右上 右手边 有没有一个退出 你只要知道怎么退出就好了吗 我还是可以盼个头进来看一下别人 了解 你就不会永远留在里面 因为一般来讲群组 我们是比较希望 就是类似像班级经理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万一你不行 不想要开放的话 在one note里面 您建好群组之后 是可以做一件事情不开放的 那不开放别人怎么进来 对不对 你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代码 你可以给他代码 就是我设定这个群组不开放 但是你知道了代码 你可以加入 而且呢 如果你怕这个代码 已经有人知道了 因为加入之后 我们就要锁起来了 对不对 不要让人家再随便进来 你可以把它清除或重新再产生一个 以前的就没有用了 这样了解了 OK 所以了解到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群组来 你回到这边来的时候 你看 现在只有一个 我都跟各位一样 有没有一个建立 按一下 那您可以给自己的群组一个名称 后面这个还可以换 比如说我们今天公民你的 建立 好 建立 好 进来之后 有没有看到都跟我长得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你没有内容而已 那您看我们右手边这里 有没有一个设定 点一下 预设呢 是不公开的 所以都是私人的 所以您不用担心会曝光 好 那如果您觉得想要公开 你就这里按一下 就可以变成公开的 就这么简单的 所以预设是 您可以给它一个描述 那再来就是右手边这个图片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从 先从它内建的这个 我看 20个里面去挑 挑一个喜欢的 如果再没有喜欢的 自己找 自己找一个OK的 比如说我想要用这个 储存 那右上角这个就换 好就换了 这样会不会的 建立好了 那怎么产生代码 右手边 有没有产生代码 按一下 不喜欢再点一下 因为这个数字不吉祥 有没有 产生到你觉得比较满意 比较好记为止 好那你只要告诉学生这个代码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代码复制起来 在群组这边 有没有一个加入 加入把它放进去加入就好 这样会的吗 所以其实您如果说 我不想要开放的 您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所以您可以从这边看到 自己建的一个 加入的有一个 所以两个是不是都出现在这里 全部的群组 OK 那我就让老师您先试试看看 自己加一下自己的群组 点进来 记得你的那个图是可以换的 在设定这边可以换一下 待会我们再看 你怎么样把这些内容 再把它补进来